都不用剪刀,不要快點喝 拿個爐子出來 我以為剪刀機,所以我又喝了 哈哈,今天簡直是幼財 Boss帶我來喝咖啡 為何這麼好帶我來喝咖啡 讓你試試好東西 其實這一杯流行了很多年下的400次咖啡 其實400次咖啡是在咖啡的位置 其實就是把咖啡粉、糖、攪拌 攪拌到很濃稠 然後再把這麼濃稠的咖啡 倒入有冰的奶 就成為了這杯400次咖啡 今天我特意來這一間 在香港也有些地位的Kid Shop 就試試它的400次咖啡 看看回家是否做得到 但我們的目標不是只做咖啡 我們還是做這個世界上最好喝的飲品 這個世界上最好喝的飲品究竟是甚麼呢 瞧瞧瞧就知道了 不過我現在要先喝東西 是不是要攪拌均勻呢 攪拌均勻不太好看 如果你不攪拌,應該只有奶味 你看到非常稠 其實不是,因為剛才我拔起了一支糖 其實喝是有少少… 又不是張著口,但很稠 有些是奶著的 咖啡味是非常濃的 但因為它發起了 你看到現在好像很輕身 所以口感呢 所以口感呢 是…好像mousse一樣 很棒 但是呢,拌一些奶又喝一下 看看如何 我覺得再攪拌均勻才能喝到精神 我想嘗試咖啡的部分 有沒有濃的? 是濃的 所以它放回… 你看到四分一杯是咖啡 四分三杯是奶 所以其實它預期是很濃的 然後呢,就讓你用一些奶來混淡 其實我覺得最好喝的地方 應該是在中間那層 混合喝是相當不錯的 好喝嗎? 好,但我覺得始終呢 因為它兩個Density很不同 密度很不同 其實你要兩層混合起來 其實是有點困難 那你覺得跟普通 例如去Starbucks那些 喝杯凍啡 這個是不是容易入口一些 好像比我這些小朋友多喝 都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本身不是咖啡的愛好者 這一種會容易入口一些 沒有那麼苦 沒有那麼苦的 沒錯 不如讓大家猜一下 我們在哪間Cake Shop 一猜就猜到了 拍一拍給大家看 啊… 突然有人走高 先拍一下 所以我覺得最好喝的是中間 那個膠戒位 那好吧 現在學到東西了吧 現在我記得這股味道 我就要回去嘗嘗做不做到 學到東西嘛 學到東西 學到東西讓我超越它 我們回去 波子給你嘗嘗 也好啊 讓我嘗嘗 你要不要杯箭 不用 其實它現在喝到一咀 也是 因為那個咖啡那層很結實 張住那個咀 真的挺適合的 好像我這些本身不是喜歡喝咖啡的 如果不是特別喜歡喝咖啡 很多時候你出去咖啡店喝咖啡 那些咖啡的味道 對他們來說太濃 就算混合奶 那種味道也不容易入口 除非喝甜味 譬如朱古力咖啡 那些不是喜歡喝咖啡的人 就容易接受 你不用幫我 我本身覺得咖啡苦 有甚麼好喝 所以這一種咖啡 大人小孩都會喜歡喝 好吧 回去做實驗 這麼快我們又回來了 剛才在街上喝了一杯400次咖啡 58元再加一 計算一下 六十多元一杯都很難 但今天我們回到這裡 自家製 成本上真的省很多 一定不用10元 應該也不用10元 可以給大家看 我就不可以 不要緊 如果你買一些職容咖啡 現在特價起來 我見過最便宜 是二十元都不用 就有一瓶 這瓶更棒 是朋友送給我的 你說一杯400次咖啡 十元是做不到 如果你每樣東西都要全新買回來 一杯平均的價格 應該是幾元而已 少許糖 少許咖啡粉 做給你看 我們其實要 有水 這個杯 我們那個杯 拿錯了 400次咖啡 其實意思是 好像攪了400次 通常400次這個比喻 就是人手 未必需要人手攪400次 你可以用Hand Blender做 一會兒我會用一樣 可能很多觀眾 一早已經家裏有的工具 很容易很容易 就可以做到400次咖啡 首先第一樣的材料 當然是職容咖啡 如果你選一隻濃的咖啡 可能有些朋友會覺得苦 有時候會過酸的 對 還有現在的咖啡 有一個圖給你 顯示它有多酸 多苦 大家可以衡量自己的喜好 如果你只是第一次喝這個400次咖啡 我建議不要買特別苦 特別濃 特別酸 那種 首先我們會拿兩個 Tablespoon 的雞肉咖啡 然後我們會用一樣的份量 兩湯匙白糖 代糖可以嗎? 其實我是用代糖的 不過我知道很多朋友 家裡未必會用代糖 兩樣我都試過 還有一樣東西 是嗎? 是熱水的蛋黃 很容易寄的 這個 recipe 是1比1比1 即是兩湯匙的職容咖啡 兩湯匙的白砂糖 還有兩湯匙的熱水 有點害怕 很危險 可以了 對不起 剛才太害怕 倒少了 你看到現在是濃得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是要攪得它很均勻 其實Boss幫我拿走了水壺 已經濕了 所以我們建議是用熱水的 熱水所有東西都會溶得容易 攪得差不多 大致都溶了 都沒有那麼多畫一塊塊 那我們就可以拿秘密武器出來 這個呢 不需要用Hand Blender 不需要人手 就可以做到這個400次咖啡 我在美國Amazon買的 通常人家喝咖啡想做Cappuccino 如果你想買一個打奶泡的氣 通常都會有這種比較輕便 而且可以入電心的 這個牌子Aero Latte 是比較多人買的 這個是超強 打到它結身呢 其實過程是很快的 因為它馬力夠強 我試給大家看一下 不要打開了才打進去 是進去那個Liquid裡 我們才打開 不然你彈到一身都是 你不要打下去 開一次給大家看一下有多厲害 現在大概打了20-30秒左右 其實已經很結身的了 因為這個東西呢 馬力實在是相當相當強 如果你打得夠稠 你會發現容量的Volume開始大了 它越來越高 你看看 是不是很稠 很稠 其實打了一分多鐘 為什麼要這麼稠呢 就是你剛才看到 我們出去喝那個400次咖啡 咖啡的層是很濃郁很稠的 然後我們就要預備 一杯冰和一些鮮奶 鮮奶的量是比較多的 波斯你叫我停 參國 好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傑塔塔 放在這個杯子上面 就是這樣 五分鐘都不用 就做到400次咖啡了 成本嗎? 成本我真的蠻溫的 你用這麼少 因為裡面也有冰 然後你那些糖 即使用咖啡都不值錢 花甜400次咖啡 現在有少少咖啡融在這裡 我經常覺得這個情景是最美的 我覺得我做得好一點 比起外面 你自己做得好喝一點還是 我覺得一樣 其實很好喝 連我不喝咖啡都覺得好喝 這個可能是鮮奶 一向是適合自己口味 我們那隻奶 特地選這隻 是因為那個牌子的鮮奶 是比較濃味的 再配合這個400次咖啡 那層這麼厚 那層這麼厚 味道比外面好 幾元而已 我覺得那裏不知是否多冰 稀了我們的奶 奶色 真的很好喝 真的比外面好喝 我們這一集只做400次咖啡 好像有點鹹 當然不是 不如我們做一些厲害的東西 記不記得我會做這個東西 當時是這樣的 對 所以今集我們就會做這個 花田版的400次鴛鴦 記不記得這個東西 我做的奶茶 沒有那些梯壺 什麼絲襪袋 茶袋 那些沒有 我就是用一個 Mokapot 這個Mokapot 都是在Amazon買的 這個牌子的話 有分意大利做 有分國產 但為什麼我買這個 國產不鏽鋼做的呢 因為如果你用不鏽鋼的話 就可以放在電磁爐上用的 如果你是買意大利 即是鋁那種 當然產地好像很吸引 但那種就只可以放在明火 因為時間關係 我已經放了水 在裡面 現在我會放這個茶葉 跟大家重溫一下 又對了 加水 加到這個水的高度 這個位置就放茶粉 正常 但如果你放傳統茶餐廳的茶粉 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茶粉太細粒 它就會爆上去這一層 水滾的時候 所以我不是用茶粉 我是用茶包 我們上次量了 我們用的茶包 就是這一款 如果你去瑪莎買 我就是用這種 Extra Strong Tea Bag 其實它有出茶葉的 如果你買到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茶葉 買不到的話 就像我一樣用茶包 但是要剪開茶包 那為什麼選擇Extra Strong呢? 就是因為我上網做過Research 這款是最像我們那種 港式奶茶的茶底 如果你要做到這麼濃 所以要用好幾個茶包 我大概要用20g 一包的茶包 其實是3g 所以20g 就是大概7個茶包 這裡是賺到兩杯奶茶 對 基本上一次 我們是做到兩杯的份量 那我就要很原始地 剪開那個茶包 給大家看 剪了 然後 倒在這裡 這個Mocker Pot 你不可以壓緊茶葉 因為如果你壓緊茶葉 或者茶粉 它塞住了裡面 水不能上來 它就會塞住了這個位 二來水不能上去 它很難在這個位置出到茶給你 好 對不起 太冷靜了 每一集有多少蝦露 剪了一集 我的聲音是否很難聽 因為我其實是有點生病 應該是有雙風冷親的 是這樣的 因為家裡的冷氣很環保 忽冷忽熱 不是上次下完大雨 對 因為其實我們剛好 說一下題外話 聊聊天 我們剛好每一次住屋 大概8月底的時候 香港通常會有很多颱風 有時有十號風球 黑雨 今年的下雨是很厲害的 我們到處水浸到很誇張 這次也是 每一次過了這個下雨 雨季 我們家中的冷氣就會壞 它又不是完全沒有冷氣 現在它發展到 不只是冷熱 是會怎樣 Bossy 會自己關掉 我們叫這個環保冷氣 因為你不需要自己關機 它會自己定時定後 幫你自己關掉 拾好 我剛才不是說 如果用茶粉 有機會在水滾的時候 茶粉會走上來 你可以買一些filter 中間可以隔一隔茶葉 防止它走上來 如果沒錯 Amazon那些都可以買 但如果你不是特別講究 基本上你用小火煲 煲幾分鐘 其實你聽到聲音 你開著蓋用小火煲 一般來說 都不會彈上來 但如果你沒有耐性 覺得等很久 突然開大火 通常都會有 不用filter 彈掉茶葉 上來 這個水的問題 所以大家要有耐性 小火煲 現在已經滾到一半了 我很刻意地把火 調到很小很小 讓它不要爆出來 一爆出來 就怕茶葉都衝上來 因為我不會用filter 現在那個茶味很香 蒸麵 蒸麵 不夠蒸氣蒸麵 記不記得草原做過 蒸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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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蒸魚 我看到有觀眾留言說 上次我買了壞蛋 草原應該去了旅行 因為如果草原在這裡 一定會罵死 買了過期蛋 原來過期蛋 草原很餓 我平時對的就是草原 哈哈哈哈 嘿 沒亂說話 妖言或眾 好了 就這樣 移走它 我們大概放一杯三分之一 茶只有三分之二 為什麼倒這麼少呢 是有原因的 因為我們要做鴛鴦 那麽奶茶呢 其實那個份量都 會 奶茶的份量會怎樣 哈哈 會黑痴 即是證明花田真的相鋒 我真的病了 其實 不過 The show must go on 說到哪裡了 奶茶為什麼今次沖特別少呢 因為我們今次做鴛鴦 那麽那個份量就不可以太多 現在呢 我就預備了一杯鮮奶 加了一些冰 那麽剛才呢 我們就沖了 港式奶茶 那麽現在都放涼了 那麽這個呢 那麽就是剛剛我們 剛才學打的這個 400次咖啡 所以我們現在做 哈哈 400次的港式鴛鴦 那麽首先呢 我們就會把這個奶茶倒下去 有勇氣又不會倒捨 倒下去 好美啊 嘩 哇 份量剛剛好 那麽沒有倒捨 嘩 是上色 好了 然後呢 是上色 然後呢 我們就會 這個400次咖啡 因為它現在呢 是 雪糕 打得不錯 剛剛好 耶 我們有環保飲館 是不是很美啊 嗯 打噹 那麽就完成了 我們的400次港式鴛鴦了 不過有件事是認真說的 不是開玩笑的 如果你要有港式奶茶 又要有400次咖啡 其實那個整個咖啡因呢 即是很提神的很重要 我建議大家早上喝 晚上除非你有英超啊西甲要看 不然就不要選擇晚上來喝這杯400次營養 雖然這個400次咖啡是有點糖 但是其實整杯這樣 還要是凍飲呢 味道是偏淡的 如果你喝開茶餐廳那種奶茶 是加糖的話 但因為我們這些不是特別好甜的人 就覺得是剛剛好的 如果不是我建議大家 首先調整奶茶的甜度 然後再加鮮奶 再加400次咖啡 那杯鴛鴦呢 好港式 好港式 好正 奶茶的茶味又香濃 你又真的喝到一些鮮奶味 400次咖啡又很濃稠 真的是一種特飲式的鴛鴦 這個是一個高級一點的享受 這個食譜我會放上網 大家去資訊欄到我的網頁 就可以看這個食譜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這個 400次港式鴛鴦的分享 記得留言、讚、分享這個影片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